那麼第一個步驟就是把這個超音波把它裝起來 首先我們看一下超音波因為大家以前有用過嘛 所以超音波有一個前提是什麼 你看你先找到那個超音波有沒有發現兩個源源 一個是聲波傳送出去 另外一個是接收 請問一下哪一個是傳出去哪一個是接收的 右邊傳出去 右邊還是左去右回 右去左回 等一下你可以試看看 如果你搞不清楚 只有一邊啦 他是一個出一個進啦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話沒有關係 等一下呢你就試著把一邊遮住 你去看看 如果他是傳送的那一端被遮住的那個 假設他是傳送那一端的話 那代表什麼 我永遠都收不到嘛 對不對 我另外一個就因為要送波 送那個聲波出去的是 永遠傳送不出去 所以另外一邊是不是收不到 他就會變成永遠是最遠的 相對的如果你擋到的是接收那一端的 那他因為打出去就馬上彈回來嘛 碰到你的手就馬上彈回來 所以會變得距離很近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那這個等一下你可以試看 那我們接線的方法 大致上就像這個一樣啊 第一個 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VCC要接哪裡 蛤 VCC要接哪裡 電源對不對 那這裡啊 那這裡啊是接到3.3伏特 這裡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們Smart上面其實有兩個電源 有沒有注意到 那比較標準的 比較標準的其實是要接到VCC這裡 因為這個是5伏特 有的啦 有的那個超音波 各位你們手上拿到的超音波 如果說你有的他接3.3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這個超音波可以測的距離是多長 兩公尺 最長是兩公尺 如果你的那個超音波 它的電壓不足 就是有的可能他你接這個3.3 他會不足的話 變成他測到的距離也許就會小一公尺 等於說你超過比較遠一點 他就測不到了 他測不到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齁 就是先接到 我是比較建議各位 你就直接先接我們這個VCC就好了 那再來呢 就是這個 3 這個就是傳送的 好傳送的在這邊接16啊 這都就沒有什麼問題齁 Echo是什麼 回來的回音嘛對不對 所以呢 接哪一個 其實我們一般大概接0.4 2 或者是16 14 這些都沒有問題 現在接線的時候 各位最好把這個電源弄開齁 那你在接的時候呢 我們從這邊 現在會用到公母的部分嘛齁 那平常各位在接的時候 最好就是像這樣子 照順序接啦齁 照順序接你在接的時候呢 你在對就比較不會對錯 好我們電源我這邊就直接接到VCC齁 我電源就直接接到VCC這一邊 那其他的我就跟我們剛剛簡報裡面的一樣齁 傳送的接到16 然後呢接收的我放到14 那還有一個接地的 我的接地是紅色的 我就對到這邊 好對到這邊接地的 這樣瞭解齁 所以你先記得 最好就是把電源弄掉齁 我們再來 再來確認 這樣硬體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好